好,然后所以我们再切回我的刚刚的画面,就是我们继续进行的事情。 先来说一件事情,就是刚刚就是今天有几位同学说他对那个Python不太熟悉的话要怎么办呢? 那就是在EVANT上面呢,有一个就是我开设的就是成为Python数据分析达人的第一堂课。 然后一定要上这边的,一定要上EVANT这边的。 那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有一个是2020年3月1号开始上课。 现在其实就可以,应该就可以选课选进去了。 然后到2020年6月30号上课。 那在这一个期间之内呢,你需要完成,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要看完影片, 然后你要教程式的作业,大概这样子。 那你教程式的作业你可以是我们上课的作业,然后再去把那个作业交出来。 然后所以尤其是对那个Python还不太熟悉的同学呢,就欢迎大家去修这个课。 那我们原则上会为了要鼓励大家,就是尤其是对那个Python还其实还不太会。 然后的同学去把这个课修起来呢,所以为了鼓励大家,我们会有跟上学期一样的机制, 就是去完成这个课,拿到证书的同学,那就会有那个加多少? 十分。 十分。 十分,好,十分,相当多。 要拿到证书,而且要修的是这个课。 不要去看我们的,目前正大的摩克师也有那个自学课程,也有这一个课。 但是是要修那个正式开课的这一堂课。 再说一次就是如果去上完了这一堂课的话,那要加,就可以加十分。 当然啦,如果你其实上学期已经是跟着课程做完了,然后你也修过了, 你硬是决定要,一定要再重拿一次也可以啊。 当然是没有特别鼓励你说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了。 好。 然后呢,我们就继续的进行我们的这个, 教学大纲。 好,教学大纲。 好。 好。 然后我们有一本参考的书,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适合。 因为这本书的最大的好处就是, 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把那个, 几乎把所有的我们希望交给大家的那个程式的技巧都写在书里面。 那当然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那个, 用派档来介绍人工智慧书非常非常的多, 但是会包这么多完整的程式码的其实并没有很多。 好,就是那当然大家现在可能还不太知道说, 包完整程式码要什么样子。 有一些也就是说有一些比较进阶型的那个, 人工智慧也就是神经网路的那种模式呢, 在这一本书里面有介绍, 所以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。 那当然这不是, 因为我们没有说这个大家一定要人手一本, 但是这本书真的写得相当好, 所以这个尤其在程式码的完整性写得相当好,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就是使用这本书。 好,那不知道大家目前为止, 好,那不知道大家目前为止,